大家好,我是陈波 今天我们就来使用Unity3D编写一个融解的特效 我们先到Unity3D里面来看一下这个特效的效果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融解的shader 以及它对应的特效 我们可以调节它的参数 可以看到这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逐渐增大我们的参数 然后就会看到 这个盒子的模型就成不规则的形式 然后融解掉了 然后直到最后变成完全透明的 也就是没有了 在编写这个特效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Unity3D shader的一些特性 我们可以从文档中找到关于shader的资料 在Graphicals下面的有一个shader reference 那么这一个小节就主要讲解了shader的特性 现在我们回到Unity3D里面来 然后我们先建一个shader 然后打开我们的shader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shader 找出我们不知道的知识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内容 以及这一部分内容 是我们前面没有学习过的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 是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具体的来 查询一下这两部分内容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就是property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文档里面找到这一个 在shaderLive下面有一个分类 就主要在讲解这个shader的属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定义的方式 然后对比一下 看一下五分的这一个shader 那么这里再说明它 可以定义数字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属性名称 这一个是我们显示的名称 显示的名称就主要用于 Unity3D的UI里面的显示 也就是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部分有一个color 那么这个color的显示 就是在这里定义的 然后就是它的类型 那么这一个就是range 那么它可以定义它的最小和最大的值 然后就是float的链形 然后就是整形 那么下面的就是在讲解如何定义颜色以及向量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颜色和向量都是使用的四维的向量 其实颜色是一个向量 那么颜色的类型就是color 最后就是贴图的定义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有二维的 有三维的 有cube类型的 那么下面就是它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么这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内容 就是这部分内容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在Ud3D里面 新建shader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里有四个选项 我们选择的是第一个标准的surface shader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回过头来查找surface shader 相关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writingsurface shader 我们选中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的关于surface shader的介绍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介绍 那么它第一段就说明了surface shader 是一个什么样的shader 那么它这里就在说 我们编写shader的时候 光照的那一部分呢 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有不同的灯光的类型 不同的阴影选项 不同的渲染类型 等等 那么这些组合起来呢 就会使得我们的shader 变得异常的复杂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编写起来就非常困难 那么在Ud3D里面 它有一个surface shader 这个surface shader 它帮我们完成了 关于光照部分的内容 那么剩下的那一部分 就交给我们自己来编写 那么这一个surface shader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是由Unity shader 来进行调用的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给大家写一段文代码 来说明surface shader 是如何工作的 假设这是我们的零点着色器 然后就一个main函数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surface shader 然后它的返回类型是XXX 然后完成了之后 那么下面的就是由Ud3D 它来完成的 比如光照 光照一 光照二 然后阴影 等等一些 那么我们其实 编写的 就是这一个函数 里面的部分内容 那么至于它是如何组装的 如何调用的 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 什么灯光啊 阴影啊 这些全都是由surface shader 它自动帮我们完成了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编写surface shader 就会显得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不用去考虑 那些复杂的灯光 阴影等等一些特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当我们编写完surface shader之后 我们就需要将参数返回回去 那么Ud3D 它在这里 就定义了 我们需要返回的一些参数 那么这一个具体的参数的类型 大家可以去查文档 就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这一部分内容 以及这部分内容的意义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编写我们的特效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特效应该如何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漏空了的 当我们看到这部分漏空了 我们就应该首先想到 使用透明的方式来努力 我们回忆一下 混合课程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这一个课程里面 最后一节讲的内容 最后一节我们讨论了 透明会造成的各种问题 以及解决方式 那么我们在结合这里 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这里我们不能够使用 alpha透明的方式 来实现这些漏空的效果 因为如果我们使用alpha透明的方式 来实现这个漏空的效果 那么在单个模型上面 它就会在某些面上面 出现穿插的情况 也就会穿帮 那么在测课程里面 我们讲到 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丢弃像素的方式 来模拟透明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使用丢弃像素的方式 来模拟这一部分漏空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漏空的 这部分漏空的 我们发现 它是不规则的 一旦涉及到这种不规则的需求 我们首先就应该想到 使用贴图的方式 来模拟 为什么要使用贴图呢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的着色器的流程 我们的着色器是并行计算的 我们传入着色器的长量 对于着色器来说 是固定的值 既然是固定的值 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到不规则 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输入的数据 要么是点点数据 要么是纹理数据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我们既然可以将一个纹理 也就是这个纹理 将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模型上面 那么同样 我们可以使用一张另外的纹理 来映射到这个模型上面 映射完成之后 我们就使用这个纹理的颜色 来代表这个不规则的区域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一张这样的纹理 来代表这个不规则的区域 为了节省资源 我们尽可能的使用单色 或者双色的纹理 那么在这里 我们使用的纹理就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解决了 漏空以及不规则漏空 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特效 需要解决 就是这个叠加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让它在漏空的边缘 渐变的方式出现 那么也就是 越靠近漏空的部分 它越亮远离漏空的部分 它就越浅 到最后就没有 那么这个特效 就应该如何模拟呢 我们知道 丢弃像素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那么在GPU里面 只要给定的值小于0 那么就可以丢弃像素 那么我们对这个不规则的贴图 进行采样 当我们采样出来的颜色的值小于我们设置的法子之后 我们就会丢弃这一个像素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贴图 大家会发现 这一个贴图 它是渐变的方式 那么也就是我们采样出来的颜色值 减去我们的法子 它的结果其实是一个渐变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采样的颜色值 减去我们的法子的结果 来代表这个颜色的强度 那么也就是越靠近漏空 其实它的值就越小 那么它的强度就越高 越远离漏空 它的值就越大 它的强度也就越小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颜色叠加到 我们的贴图的颜色上面去 那么最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分析完这个特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左手来编写我们的shader 那么我们现在就打开 我们刚才创建的surface shader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两张纹理图 那么也就是 我们需要在这里 再额外的定义一张纹理 我们让它默认为白色 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就在这里将它关联起来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传输的 不规则的纹理图 然后我们在这里对它进行采样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使用这个不规则纹理图的红色 然后减去一个值 假设我们在这里随便写一个0.5 然后我们将这个值传递给我们的clip的函数 这个clip的函数 它其实就是在完成丢弃像素的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如果传入的值小于0 它就会丢弃像素 如果我们传入的值大于等于0 那么它就不会丢弃像素 那么这里我们定一个变量 用来保存我们的结果 然后将我们的这个mask 传入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盒子 然后再新建一个材质 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来选择我们的贴图 然后将我们的这一个存递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它就是一个镂空的效果 那么我们镂空的效果 其实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在这里我们取出了我们纹理颜色的红色 然后减去了0.5 然后我们观察我们的这一个纹理图 我们发现在这些地方是白色 那么它就是大于0.5的 这些地方是黑色 那么它其实是小于0.5的 那么在这些地方是浅灰色 这些可能就是0.3或者说0.4 那么我们如果将我们的值设置为0.3 或者说0.4 那么它的区域就会变得更大一些 那么在这里 就为了我们方便调节 我们就需要将这个0.5 替换为可以更改的值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需要额外增加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用这个参数来表示我们融解的进度 然后我们在这里定义我们的进度 然后将0.5替换为我们的这一个进度 然后再回过头来 我们发现我们的模型并没有漏空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一个融解的进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调节一下进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会随着我们的进度 逐渐的进行融解 那么现在我们实现的就是一个融解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起来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我们还需要给它额外的增加一个特效 也就是这部分的特效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额外的颜色 来显示它融解的这一部分 然后再给它一个渐变的强度 那么因此这里我们就需要一个颜色 用来代表我们的这一部分的颜色 那么这里我们就直接修改我们的这个color 我们给它换一个名称 我们给它换一个名称 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这个颜色叠加进去 将我们这个颜色叠加进去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让我们采用的结果 神称的我们的颜色 现在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效果 那是因为我们设置的是白色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变一下颜色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颜色发生了变化 但是现在这个颜色改变的是整个模型的颜色 而且它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渐变的强度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实现这一个渐变的强度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的是这一个mask来完成这一个溶解的进度 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部分肯定是小于0的 那么这一部分这个边缘肯定是等于0的 那么这里它可能就比0稍微大一点 可能就是0.1 那么这些部分可能它的0就是1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mask的值拿来作为这个颜色的强度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使用1.0来除以我们的mask 然后将它的结果审议我们的叠加的颜色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会发现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亮 我们再调节一下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溶解的部分 也就是这一部分边缘 它变得非常亮 在其他地方它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浅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模型 整个模型的颜色都被染成了蓝色 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额外增加一个参数 用这个参数来表示 我们是否需要显示我们的这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的shader里面 然后再增加一个值 增加完成之后 我们将它关联起来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简单的 做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的mask 小于我们的value 那么我们就让它的这一个颜色 进行叠加 如果它的这个mask的值 大有没有value 那么我们就不进行叠加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些部分 它就显示了它的颜色 在这些部分 它就出现了一个 渐渐的由强变弱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里 为了方便我们调节这个强度 那么我们就需要 将我们的1.0替换成 我们可以调节的参数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 再额外的增加一个参数 增加完成之后 我们同样将它关联起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 替换为我们的这个参数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 这一个参数的强度 那么我们也可以调节 我们的这一个值 来表示它的哪些区域 是需要显示我们叠加的这个颜色 那么这一个就用来调节 它溶解的进度 是需要显示四个资料 连结的参数